- 大家好,我是六老师 我们先前有提过所谓的real sound 一旦你掌握了所谓的real sound 并且能够稳定的发出real sound 之后 我们就会开始邀请你离开 这个所谓的音色,稳定的音色 开始做音色上的变化 当你在做音色上的变化的时候 要先依照你所想发出的口气 或者是语气 来做音色上的变化 如果我今天的语气和口气 想要呈现出来的是悲伤 还有很难过的感觉的话 我就会使用身门稍微加紧 然后稍微偏高的位置来演唱 听起来就会像这样 修留爱情的悲欢 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 快乐连成泪水是一种勇敢 几年前的幻想 几年后的月亮 为照年去养一身伤 别将伤念我 我会受不了这样 那么如果我今天想稍微表达出的是 比较温柔 温暖的感觉的话 我选择一个 侯卫稍微较微较低 然后身门稍微打开的状况 像这样 修留爱情的悲欢 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 快乐连成泪水是一种勇敢 几年前的幻想 几年后的月亮 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 别紧想念我 我会受不了这样 那么其实这些音色都是经过加工过的音色 为了要表达出某个情绪 某个口气而知道出来的音色 但是你会发现 不管我为了要表达出什么样的情绪 我都会回到real sound 修留爱情的悲欢 的悲欢三个字就是所谓的real sound 那藉由回到real sound做出一个清楚的对比 real sound就好像是被摆开水 无色 无味 藉由对比的方式呢 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加了什么样的口味进去 也就是呢 我们到底加了多浓 还是多淡的情绪进去 那就是为什么 我一直在强调real sound的重要性 我一直在强调炼 我一直在强调 你们这一面 如果还有一个大的代表 但很完美 我一直在强调 因此